HELLO 大家好,我是雲超 继续上次EQ提升钢琴音色之后 这一集继续跟大家介绍另一种音乐制作的工具 今次这个工具叫做Compressor 即是压缩器 压缩器是用来做什么呢? 基本上它是用来控制音量 令到音量在理想范围进行 今次我们用萤幕上的 Pro-C2的压缩器插件示范给大家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类型的压缩器插件 比经典的硬件更精细 还有很全面的图形显示 让我们可以在调整的时候不用猜猜一下 我们一起来听听素材 然后看看如何去处理 从演示器可以看到封值大概是-5dB 而比较复杂的部分大概是-24-30dB之下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控制 这个叫做Threshold 即是临界值 在临界值以上的音量是将会被压缩的 不过有些旧式的压缩器 它是没有临界值调整 就是靠这个Input 音量输入去触动压缩的功能 从显示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部分的音量是较为突出的 即是大概由-24-5dB这个范围 我们可以按这个部分来进行压缩 先将临界值设定到大概-24dB以下 之上要进行压缩的部分 按旁边的Ratio 即是比例去调节压缩的程度 我们可以看到每当它超过这个临界值的时候 它便会按钢材的比例去做压缩 而这一条的红线和标也同时在显示它被压缩的情况 非常清楚 目前将高峰的部分大概是压缩了9dB左右 接着我们看看旁边这两个键 这个Attack是用来调节压缩开始的速度 而Release就是调节它回复的速度 在调节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不同的声音在速度上的分别 例如敲击乐的动态是比较快速 所以要调节的速度会比较适合 点击 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和优化演绎的作用 因为我们做了压缩 所以听起来是比较四声了 我们可以用output 推翻大些 又或者用 Auto gain 自动增益 把音量自动提高 可以令到细声的部分更清楚 而原本大声的部分又不怕爆标 我们最后听听加上其他的tracks 来一起AB比较一下 这次的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